日本宅丹松本令我去的这家居酒屋 简直就是蛇恐的地狱啊 这居酒屋看上去冷冷清清的 有什么好吃的吗 结果我万万没想到 已经去坐满了日本人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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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的奇葩罐功夫大啤酒 美味 结果旁边的两个日本小姐姐突然送给我们一份鸡干 然后松本马上就送了他们一杯酒 你一杯我一杯的一发不可收拾 喝了一个多点 松本终于要给我点菜了 用日本味噌大酱炖的牛蹄筋非常浓厚 然后松本又点了两个鲍鱼 可问题是这居酒屋菜单挂在墙上 连个价格都没有 真的没问题吗 再看松本 此时已经和日本小姐姐打成一片 没想到这松本还挺抢手的 可问题是这居酒屋的每一道菜 不管是生鱼片还是烤大虾 又新鲜又好吃 就算是赌好松本 我也真心有点担心他的钱包了 再看松本 这又是啤酒又是日本酒的 这简直就是通风套餐呀 结账的时候 日本大叔竟然打起了算盘 眼神扫了扫去 这又算清楚了 我是真没想到 这又吃又喝的只要330块钱 厉害 可问题是这两个日本小姐姐 非要留我们去下一家 这日本当地人也太热情了吧 现在日本旅游全面开放了 更多日本好玩的功率 也会在群里分享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赞有体验评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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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